国防部今天早上首度公布 有中国的空飘气球逾越海峡中线 那国防部呢是在昨天的11点52分左右 争获到中国的空飘气球出现在基隆的西南方 那对此呢国防部长邱国正也有最新回应 我们也实际注意 有着一个季风的缘故它往这边飘 但我们出了解它可能也就太空啊这一类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公布 不想说只有时间点 我们要把我们所知道的周边状况 跟大家做个说明 这有必要的 否则的话别的单位或者别的国家一报以后 你们大家又怀疑了为什么引而不报 国防部要求我们所有所单位 对一个敌情掌握 都是有什么看到什么 的确有这种事情 该要适切的公告就公告 美国的国防授权法里面就是有提到说要全面的培训台湾加强的战力这部分 没有 平常我们有经常跟各位报告 我们跟别的国家交流是没有停的 那交流的范畴也很广 从训练战备只要对我们国家对国军进行备战有利的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 相互就是大家资料 或者多点也对我们本身怎么来强化我们的工作 就绝对是有帮助的 对于说美国公布2024国防授权法案的内容里面就有提到说 美军要帮助台湾的军队来培训 并且也要求美国的国防部长要寻求与台湾官员适当的接触 那其实呢以往美军来帮助台湾军队培训 都是属于比较低调进行的 那这次呢是公开的揭露在法案内容当中 那也显示台美的军事交流越来越台面化